总统蔡英文结束访问 南太平洋友邦海洋民主之旅 回程过境美国夏威夷 驻美代表高硕蔡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 登机迎接 也一同出席桥借晚宴 蔡总统的过境行程满岛 在檀香山与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 举行视讯对谈 谈到两岸关系 她表示北京当局持续将焦点 放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但却没有想过 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 香港的经验正反映了 民主和中国政权不相容 特别是中共体制 蔡总统表示 希望建立积极两岸关系 寻求共存而非对抗 和解而非冲突 呼吁北京当局不设前提对话 余会的美国众议员约霍也指出 台湾贡献世界应当被国际承认 蔡总统随后出席台湾关系法 立法四十周年影像展 强调台湾关系法是台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石 最后蔡总统在美国少将罗根的陪同下 首度参访夏威夷州旗难管理署 了解当地灾害应变运动模式 而这也是总统在美过境期间 首次和美军将领会面 和美国一代表现 也在美国自己的大美国 这是美国一代表现 不交道信仰 象征有主要的 我们要上升 自己的房子 有点儿 在美国 我们要上升 中学区 感谢观看